看片之前 记得订阅周天慧 Fanesha Chao 的YouTube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钟仔 每次我们有新的影片 你就会马上收到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5月4日星期三 今天焦点有我周天慧 和大家讲讲时事热话 今天当然要讲讲 警队架构的检讨 和香港的新闻自由 昨天5月3日 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 讨论了纪律部队 即是架构检讨报告书 讲了不少有关于香港警队的现况 我们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提到 他说现在警队人手的空缺 就去到18% 已经透过了调整 立即起身点 顶身点和增身点等不同的方法 去吸引和挽留人才 他也有说到 现在已经放宽了招聘条件 不用居港七年的人都可以入职 希望更可以吸引到一些曾经 长居在内地或外地市民去申请加入 其实在2019年的黑暴开始 加上我们这两年多 即是不停爆发的疫情 香港人经历了很多次需要警队 派出大量人手 执勤的日子 我们举个例子 只是说今个星期日 5月8日 举行特首选举 警队都会部署6000至7000名的警力 去确保选举和点票顺利进行 虽然警队的努力执法 但其实黄黑阵营和外国政客 拼命地损害警队形象 令到警队在招募出现了很大的困难 其实刚才我们的保安局局长 邓炳强他说的18% 其实有多严重呢 我们看看数据大家就会明白 10年前 警队的流失率一直是徘徊在3.1%水平 去到2019年至2020年年度 其实明显因为黑暴的影响 警队流失率就升到高达5.36% 但在招募新血的方面 以往每年都会请起码1300至1400人 但去到2019和2020年度 只是请得几百人 我们看看2021至2022年度的数字 其实就显示到 截至去年2021的12月31号 警队在督察级的空缺 其实都有484个 但他们原本定立的目标 招聘只是195人 结果只请到119个 即是61% 至于援助级的空缺 还夸张 其实空缺足足有5187个 他们定立的目标是请1350人 最终请到423个 即是只有31% 其实警队放宽招募标准 提高待遇 延迟退休等等的方法 他们做这么多事 才可以吸引和留住更多的人才 很有现实需要 也是一种无奈 我们只可以这么说 报告书也建议 在警务署 将会开设三个首长级常额职位 包括一个警务署助理署长 两个总警司的职位 负责一些反恐的工作 香港人曾经一直以为 我们跟恐怖活动 根本是很远 觉得自己根本是香港不会发生 但我们见到经过了黑暴 我们才知道原来香港一直 都是在这个恐怖的阴霾之下 在2020年9月 美国国会有一场听证会里面 很意外地揭开了 原来当时的总统特朗普 就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前 冻结了一个叫做 美国国际媒体署 核下的开放科技基金 Open Technology Fund 的一笔 起码有1500万港元的钱 这个 Fund 其实是美国为了世界各地 所谓的民主组织 去提供一些资源和研发技术 避开了网上的监控 和无线电拦截的一些手段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资源项目 就是香港黑暴 类似的事件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外国黑手根本是无处不在 警方反恐真的很需要投入更多资源 另外其实保安事务委员会 都有讨论到修订一些入境条例 落实了一些预先通报旅客资料的系统 其实做法就是制止一些危害国安人士 去登机来到香港 根据法例 就算搞事的人 是来自和香港有免签证的地方都好 只要他们是被认为可能搞事 入境处就已经可以不让他们来 但是原来一放夜放就家财难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如果对于一些搞事的分子 但是他拥有香港居民身份的人 其实是没有用的 在这条法例里面 按照现行法例 只要那些人有香港身份证 就不会获发拒绝登机的指令 我们其实都有一些争议就是最近 因为政府就因为发放这个消费券 很多市民都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为什么那些去了外国的搞事的人 为什么都可以仍然拿得到呢 同样道理 为什么就因为搞事在香港有居民身份 都可以任由他自出自入呢 就这件事其实之前的行会成员兼立法会议员 叶刘淑仪 他也都建议过就说 可以由人大作出一个决定 针对一些已经移民了海外 后持续都在这儿勾结外国势力 反中乱港 触犯国安法的香港人 去剥夺他们的中国国籍 和香港居民身份 令到他们变成前香港人 做这件事之后 他们以未来入境的 只能够可以用外国人的身份 要申请签证才可以进入香港 这个建议其实港府 真的应该要摄高枕头想一想 真的可能是可以杜绝到现在现有的漏洞 其实刚刚有传媒引述消息 他说警队将会停用 已经停了产的 美国制的点三八左轮手枪 将会研究取而代之 就是购买中国制造的手枪去代替 其实黑暴期间 大家都会记得 美国和一些其他不同的西方国家 不肯去卖一些装备 去给香港警队 没所谓的 其实在香港警队之后 将所有的装备 要换的时候 就用完国产货了 首先一定不会贴钱买烂售 而且质素一定有保证 更加重要就是肥水不留别人田 一举多得 既然警队都会加强执法能力 也防范潜在的危险 这些其实都是很正当的行为 但通常都会被人抹黑 其实我们看回昨天在世界新闻自由日 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表了一个 叫2022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报告里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香港在180个国家或地区中 排名就是第148位 比起去年的80位大跌了68位 成为了跌幅最大的地区 排名还要低于菲律宾 利比亚这些国家 被人归类为新闻自由情况 艰难地说 另外 身兼港大新闻与媒体研究中心总监 的香港外国记者会FCC的主席 Keith Richburg 就在校内的新闻系电子部里 赞文说新闻自由 那他就说香港就甘非色彼 他就说香港新闻工作者 一定要因时制议 学习、家喻、新规则 还要知所进退 成功的记者就要知道红线在哪里 知道什么时候克制、什么时候冒险 喂 真是大家看完他这篇言论 是不是当堂是吓了一跳呢 还要是得淡笑 在他眼中的香港新闻界里面 好像变成了恶人谷 那样很危险 又或者根本就像战场那样 子弹周围飞 如果香港真的没有新闻自由的话 怎能容忍到 好像《苹果日报》这一类的报纸 生存在香港这么久 怎样可以让他转来转去 如果因为有人长期濫用新闻自由 而去搞分裂国家 勾结外国势力 或者不停地煽动仇恨情绪的事 执法者做事 公正执法很合理 这样都可以说到没有新闻自由 你说是不是有没有搞错呢 都是那句 香港的新闻自由一直都在 也都好像李家超这么说 新闻自由一直都是在袋里面 好了我们今天的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周天卫 Fanessa Chow的YouTube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